昨天我也在講說 那個中央有計放一些疫苗在我們這裡 一樣 坦白講大家 臨時在統計都不是很精確 所以我一樣 我們又經過整個晚上再算了一遍 中央說他有650瓶 計放在臺北市的醫院 這帳是掛在我們這裡 其實更精確的 我們後來真的 一個一個去比對 5月26號北榮中校北藝70瓶 5月31號跟6月1號 衛生局仁愛三種北榮北藝570瓶 6月3號北榮三種120瓶 6月4號三種10瓶 這些加起來是770瓶 所以這是中央掛在我們這裡 不過另外 當時在中央公佈的帳號 帳就是14100瓶 事實上有80瓶是從來沒有發給我們 所以也就是說有80瓶是中央公佈說他掛在臺北市 但是這80瓶事實上並沒有發下來 所以這個是當然這是羅生門 但是這也是為什麼每次在打臺北市疫苗打得很慢 很簡單 因為這裡面有80瓶是掛在我這裡 但是我根本不曉得他在哪裡 另外770瓶他打的速度也不是臺北市政府決定 那我也覺得是這樣 我也不覺得說那個有什麼不對或什麼見不得人的地方 就如同我昨天講的外管的你知道 就外國的使節團 在台灣 這個外交部會造冊 然後送去醫學中心打 這本來就正常 但是這些人打的速度很慢 因為他是有需要一個一個去打 所以大概有850瓶 將近8500個 這在臺北市是 完全不是臺北市政府可以直接可以管控的 因為這是一個是80瓶帳掛在這裡 我從來沒看到 另外70百70瓶 那個要打的 那個是中央在管控速度 所以跟大家講說 我們是有按照schedule在打 但是永遠就是有一個gap 有一個差是補不上去 就是這個地方 大概有8500人這個速度是我們沒有辦法去處理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 我的態度是很坦然 公開透明 所以從現在開始 我們臺北市政府發出去的疫苗 如果經過臺北市政府 中央直接發了 我也沒有辦法 像莫德納我根本 我也不曉得他發了幾瓶 從臺北市政府發出去的 時間 地點 種類 數量 所以我們會公佈 也因為我相信公開透明 大家也會做事會比較謹慎 至於我們這一次我們有 內控有出問題了 我們也認錯 我們也接受 不管是政風或檢調的調查 我們是哪個地方出了 環節出了錯誤 大概這樣